大家好 开嘎后 今天要来说一个 整座城市都是民进党条阿咖的故事 最近民进党立委 提案地方区长 从公务人员改成基要纸 基要就是 市长想要谁就是谁的意思 不管你是市长的爸爸 妈妈 爷爷 奶奶 女婿 媳妇都可以 结果就是 我花十年足不出户闭门苦读 前五年 被朋友骂鲁蛇肥宅单身狗 后五年我没朋友 变成透明边缘人 终于考上公务员 还要整天担心被砍退休金 结果一个市长儿子就屌打我十年来的努力 天啊 此时我脑中自自然然地浮现了一段话 想要我的权力吗 想要的话自己来拿吧 我把所有位置都放在那里了 此言一出 让台湾所有民进朋友都高潮了 拥有梦想的人们从此一直落入 争相加入民进党分立飞增 这条民大新药时代 听到这里 我高潮到眼睛都翻了450度 巴洛克式的白眼 都不足以形容我内心的澎湃 民进党好像在告诉我 如果制政是新北市长 板桥区长就是他儿子 中和区长就是他女儿 哪天其麦当高雄市长了 三名区长就他老婆 林雅区长就他女婿 哪天停飞便台南市长 他还会对你说阵不给的你不能抢 天呐 小编我怎么还在这里发废文 还不快点找机会 当民进党政客的干儿子 飞黄腾达的日子 指日可待啊 夫夫 最后 因为第一集 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集 小编要向大家拜个早年 并用蔡总统的吉祥话 自自然然金八鸡 新的一年 在蔡总统的领导下 全台湾人 都自自然然做个金八七八